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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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九文言 抬手俯上了自己的额尖 凤伟花一处那温柔的触感如此清晰 她却知道这触感并非来自自己的指尖 那只是记忆中的一抹幻影 只会祝她新的幻影 各位姑奶奶 姨奶奶 迎亲队伍已拐过街角 不几时就进府了 还请各位一步前院 迎接娶亲姑爷 好好好 七大姑八大姨听了通传妖魂的话 全都洗上眉伤 欢欢喜喜地躲出了门 凤九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人从废水中拎出 扔进树林深处的一汪湖水 寒冷 窒息 漂浮 让她难受得很 她如今坐在此处 像是对文昌背叛的赌气 又像是对命运的妥协 反正 端端不是她的本性 凤九手中那个紧紧捏着的果子 已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 这是梦里 她说过的那个拥有他们回忆的果子 她用力地摸缩着这最后一颗所谓的回忆果 猪唇微起 怀揣着地垫的形式感 狠狠地咬了下去 果子晶莹剔透起来 里面是两个人在床榻上相拥的场景 凤九在她脖梗出蹭了又蹭 我想听情话 这人就常常做好吃的说好听的哄我思书 姑父更不必说了 凤九也不指望帝君学做什么山珍海味 难不成连说几句话也被别人比下去了 说嘛说嘛 凤九在帝君的怀里扭来扭去 始终不安分 我爱你 多大的泪珠从凤九的眼角滚出 她自仔细细的一点点吻去 轻轻在她耳边说道 再哭我要心疼了 以后不许对别的女子说 别的女子 我连看都没有看过 以后也不许看 再漂亮的都不许看 好 凤九看着回忆果中的种种 眼泪再也不能指地夺眶而出 打花了只属于新娘子的盛装 她用手锤打着自己的胸口 好像这样能让弯性的痛楚减轻一些 能让窒息的自己喘过两口气来 她不记得这些 却无比笃定这是自己的记忆 这到底是什么妖术 用这种手段来骗取一个人的心 让人死心塌地后再狠狠地抛弃吗 凤九在寂静的屋子里 听着自己的伤痛 化成一声声啼哭冲出喉咙 她拼命地抹去眼泪 却只能让妆容越来越花 她拼命地不去想这一段奇怪的经历 却只能感受着心口越来越紧迫的痛楚 杀人了啊 一声惊叫如晴天的霹雳 饶了代价归房地啼哭 凤九一愣 有些恍惚自己到底听到了什么 救命啊 妖怪啊 千丝底里的哭喊 让凤九再也不迟疑 外面出事了 血光漫天 悲鸣一片 凤九内心隐隐不安起来 总觉得这是 跟她脱不了干系 她推开门的时候有些迟疑 心跳声尽向外面的哭喊 一般震耳一聋 门终究被推开 一股血腥的温热闯进凤九的鼻孔 漫天的红杖被鲜血染得触目惊心 整个像国府 除了地上的尸体 就是即将成为尸体的横冲乱撞的猎物 凤九一步步逆逃窜的人流向外跑 红色的盖头随风飘落 一恍惚 她似乎想起了一处换作汉单刃的地方 眼前的男子将红盖头轻轻附在她的凤冠上 温柔的声音响起 以后这个皇宫里 没人敢再为难你 她是谁 凤九有些运眩 回忆里的人好似是个十分相熟的人 她却如何都想不起 不及深究 便见不远处的迎亲队伍 早已被杀得七七八八 里面自是有那首当其冲的新郎官 一片打斗中 紫衣银发的男人手持利剑 一副纱红了眼的模样 银色灵异的剑气 周身红色的仙泽 竟让她有些沉迷 文昌 可是为我而来 她那晚明明 又为何这般 凤九自言自语着 不敢想此刻的心情里 涌动着不可疑的冲动 可她渴望的男人 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凤九正想着 就见那紫衣男人一挥手 一个白衣女子的人头硬身落地 凤九经不住地一阵战力 她害怕 怕得要命 爹爹 凤九突然缓过神来 想起她相依为命的爹爹 万万不可出事 正如寻爹爹去 凤九便绝手臂被紧紧固住 爹爹 凤九回首望去 寒泪唤出了声 快跟我走 凤九最后望了一眼沉浸在杀戮里的男人 正巧男人回眸 对上了她的眼神 相隔四散的人群 那双眼睛的腾腾怒气 依然让凤九惊惧起来 凤九扭头跟着爹爹杂乱的步伐跑开了 没有看到那一双好看的眼睛里 在一阵怒气后 满是疼惜与担忧 爹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凤九感觉自己的胸口要裂开了 口中全是剧烈跑动后的血腥味 前面有块巨石 先躲到那后面再说 与凤九的上气不接下气不同 白相国似乎还没有耗尽气力 只是以气中难言紧张与不安 凤九凭着求生的毅力 挪到了巨石后面 顺着石壁瘫坐下来 再也不能挪动半步 凤九 白相国眼神灼灼的望着凤九 你亲眼看到了 那个文昌道长已经疯了 疯了 不瞒你说 为了给你娘祈福 为父与这文昌素有往来 有些交情 自打我认识他 十几年来 他一直是这副模样 相貌看起来年纪轻轻 却一头银发 最奇怪的是 这么多年 他未见丝毫衰老 大概是他一直在修仙 即将功德圆满的缘故吧 修仙 没错 可看今日这形容 恐怕他修仙出了什么岔子 走火入魔了 凤九听了爹爹的话 想着近日与文昌的往来 自是满心的不相信 可是又想起那个梦 想着文昌有什么妖术也未可知 而且今日他这举动 却不是寻常的样子 凤九 白相国拿出一道符 塞到凤九手里 在你娘亲去世的时候 我曾去拜访过 新国寺的方英大师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